大家好,我是下重请多指教 色最新的刷子游戏 漫威复仇者联盟 也已经上线快一周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就为大家带来首发六大英雄之一的 雷神的速刷满击方法 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小伙伴们 请一定要关注这个主战 因为之后呢 还会上传更多关于漫威复联的攻略视频的 好了,废话之后让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游戏中 经验值是通过击杀敌人来获得的 并且跟所选关卡的难度无关 那么如果我们想尽可能速刷等级 要么就要找无休止的敌人 要么就要找经验高的敌人 而本期视频呢 我就向各位展示如何无限刷怪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空天母舰中 选择Harm式训练索尔 没错,在这个训练室中 有好几个关卡 算是新手教程 让大家学习如何控制索尔 第一关是学习闪避 然后我直接遇到了友好bug 不是,你能不能打我 Hello 第二关是学习使用英雄的基本能量 也就是奥丁之力反制敌人 直接完成任务即可 第三关也是用奥丁之力击杀敌人 直接完成任务 第四关就是关键了 关卡任务目标是 使用左肩技能 也就是勇士之怒 在一定时间内击杀20名敌人 即可完成关卡 而如果玩家不用左肩技能 只用平A技能的话 因为教学限制 本关卡不能用其他的技能 则可以达到无限刷敌人 那么可能有玩家就会问了 如果只是平A的话 效率是不是很低呢 确实如此 一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每5分钟才能升一级 但是雷神有很多AOE技能 到我们慢慢升级 慢慢学习新技能之后 就能提高升级效率 在15级之后 基本上能保持在4分钟以内 就能升一级 先把这个方法的缺点说一下 第一就是比较乏味 需要不停的平A 第二就是因为是教学关卡 所以击杀敌人 不会有任何的掉落物品 就会导致英雄的威力 会停滞不前 所以建议每10级左右呢 去做做其他任务 更换一下装备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 推荐优先升级的技能 首先是雷神之锤的飞行 可以直接把锤子扔在地上 以及乌鲁之力 再把锤子扔在地上 并使用奥丁之力时 会对周围释放电击伤害 这两个技能 算是本方法的核心技能 刷等级的方法 就是把锤子扔在房间的正中间 也就是这4个立柱的正中间 然后怪会在四周刷新 我们只需要在锤子旁边 不停地使用奥丁之力 用挡反加上平A 击杀周围敌人即可 当然只有这些还是跃远不够的 雷神 平A会向目标造成电击伤害 另外 在精通基本技能里的离子飞数 也是必点技能 奥丁之力生效时 击杀敌人会释放闪电 攻击附近目标 学会以上技能之后 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激活过冲效果了 神之混乱 在蓄能充满且不受伤时 快速连击可以激活过冲效果 而在精通的基本过冲里 推荐下面两个技能 爆炸防御 过冲时 反制敌人攻击 会召唤一道额外的闪电 爆炸范围扩大35% 伤害之力 过冲时所有伤害提高15% 另外 在精通里的近战 徒手伤害 提高15%徒手攻击伤害 也很给力 必学 最后 我们就可以学习其他的 增强基本能量 或者是过冲效果的技能了 例如 奥丁森的纯奇 皮A会返还基本能量 静电之力 电能力场 提高基本能量最大值 当把上述所提到的技能 都学会之后 基本上 在20级以后的升级速度 就会变得非常的快 那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还有其他的链级速刷方法 或者是游戏的其他小技巧吗 不妨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交流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夏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招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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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